墨西哥中部的跨克诺帕兰瓦哈卡公路发生重大意外 埃普拉州的官员表示 这起意外导致巴士翻车,造成16人死亡 路透社报导,这起巴士翻覆事件原先通报15人死亡 当地时间星期二更新死亡人数为16人,8男8女 此外还有超过30名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媒体报导,伤者一共有32人 其中大多数都是委内瑞拉伊移民 巴士疑似和对象的卡车相撞 冲击力过大导致失去重心而翻车 受损相当严重 巴士的车头已经被削去 车上的座椅以及私人物品飞散各地 目前相关的路段双向封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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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